背后是有很多的相关的典故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这个维基百科 其实最早我看那个故事是说那个兔子的故事 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养了那个 怎么第一个月你养了 两只兔子 那多久之后的话呢 你这个兔子能够达到某一定的数量 那你要推嘛 你要推估一下 比如说每一个月你这两只兔子又会生出 假如说又生出一只兔子 然后呢再生出另外一只兔子 最后他们又可以互相又可以再生出其他的兔子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假如说用在这个计算的话 那他可以计算的方法 我大概demo一下 其实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那题目部分 重点我们把它先看一下这个 题目他要我们做出来的 废斯数列里面 那我们直接看这个底下的范例 大概各位会比较清楚一些一些 比如说呢他今天呢 假如说我今天输入10的话 执行一下 输入10 Enter之后的话呢他会希望得到什么结果 也就是最后帮我跑出10个数字 那这个10个数字它有一定的关系 特别重要 也就是头尾 记得前面两个一定是0跟1 那再来的话后面部分的这个第三个就是前面两个相加的结果 有没有0加1刚好是1 那前面两个刚好有没有加完之后变2 这两个相加变成3 这两个相加变成5 也就是后面那个数字是等于前面两个数字相加的和 OK 那如果你要10个的话 那刚好你就总共要跑出10个数字 那中间记得呢要加上空白 那如果说啦 题目要求我们做这样的结果 那我该怎么写 OK 那我们先不用特别去管什么废事数列 因为这可能要讲很多要讲故事了 OK 意大利的那个数学家 他为了要解决那个兔子到底多久才会有 总共有可能300只的话 他就是假设他今天呢买了一对 那多久一个月之后他会繁衍嘛 那繁衍又生出一只 然后呢又一个月之后又一只 OK 那他两只又可以互相交配 四只又变成了又再生出来 OK 那这样推估之后的话 大概多久呢 这个兔子猿就可以有很多大的数量 OK 到达一个恶心的数量的话 那就很恐怖了 其实我之前本来去那个广岛旅游的时候 很想要去有一个岛叫兔子岛 应该知道嘛 那个兔子岛就是兔子数量多到让你觉得很恶心很恐怖的数量 也就是说你到那边的时候你只要手上拿着红萝卜 结果非常非常多的兔子朝你飞奔过来 OK 但是因为兔子其实他不是弱石性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攻击性 那你又觉得很好玩 OK 不过那个地方是需要再坐船过去的 可是兔子只要一旦长得很胖 不是只有兔子吧 兔子长得很小才可爱 也不是只有兔子吧 可是兔子大了真的很好吃 他是说欧洲有一些可以长到二三十公斤 对对对 那个兔子看起来真的就会 没有可能看你喂他什么东西吧是不是 可能喂他吃太多 而且不让他运动的话 他可能就变成这样了 对对对 没有 就是说这个推理他只是那个数学家 他运用那个推理 他所以用这种方式就是可以推理 比如说推孤 假设你今天 其实用在什么 用在农业上面是不是也可以有类似的 或者说你今天投资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今天投资多久 会有多少的 你大概预估的这个获益 所以不过当然我们重点并不是 要在后面的衍生的部分 而是说我们 假如说我们题目有一个逻辑 所以不要扯远 我们主要是希望说 他有一个规则 所以特别注意 也就是我今天输入一个10 怎么样可以变出这10个数字出来 OK 里面的话当然开头有几个规则 头两个一定是0跟1 后面的话就不断不断的把前面两个相加 前面两个相加 然后把它串到后面去 OK 请各位思考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另外它有个输入20 有没有 20的话 20就越来越大了 后面就越来越大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兔子的繁衍速度 如果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话 那当然它的数量也就会繁衍得越快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用在什么 用在那个新冠肺炎上面 有没有 那个繁衍的速度 当然也会超乎想像 所以最近大家一直很担心说 是不是台湾实在太安逸了 外面世界 根本已经 这个多恐怖啊 一直还不断越来越严重 其实没有反而下来趋势 除非那个疫苗产生了 所以以这种趋势来看 其实也可以用废势速裂 来做计算 OK 除非疫苗不然的话 永远没有停下来的一天 所以其实像美国好了 美国有史以来 最惨的一次战争就是越战 越战大概死了十万人 一个越战 而且十年死十万人 一年大概死一万人 就已经让美国真的是 已经非常的惨烈了 但现在美国新冠病毒肺炎 截至目前为止 还不到一年吗 已经死了多少人了 不知道 数字 数字 哦 那个keyboard 有时候要掌握新闻 要掌握关键的数字 可是因为会被另外一条讯息给覆盖出来 这是美国公开的数字 但是中国非公开的数字 一定会答应 我是比这个想法 是不是还没有出关系 没有现在美国已经 失控了 你确定中国那边没有 是根据那将他提起上面的数字 你只看他上面的数字 在里面的LINE上 不过啦 那其实当然 因为讯息太多啦 所以 拉丁美国有超过很多 那我的想法是说 我比较会看待是说 我会用一个 怎么讲 最keykey 为什么说美国现在 现在会有很多动作 其实我刚刚讲 越战死了大概十万人 他 新冠肺炎就死了十四万人 还没有结束 十四万人 还不到一年就死了十四万人 所以他们应该是还蛮愤怒的 那 而且会经过炒作嘛 然后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个的背后呢 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死亡的 而是因为 ok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会有 所以会指向某个 对不对 所以最近我在想说 哇完蛋了 会不会到时候可能会有 我没有讲喔 但我觉得 有那个趋势 那你们可以想想看 怎么样写这个程式是最好的 但我讲过啦 其实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我是 我写的方式是什么 按照我要的 我看到的 然后把它分别写出来 ok 所以试试看 这部分 方式是这样 首先的话呢 我可以观察 这个开头两个 它一律都是0跟1 而且呢 中间就要空白 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刚才是什么 产生 先让它输入 input input 之后的话呢 前面用一个 number的一个变数去接它 比如说 20 20 特别说 一定要转型 为什么要转型 所以要放在后回圈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 我产生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是0 一个变数是1 因为这刚好是0跟1开头 那我就怎么样呢 因为开头 这个我可以把它当个自串 这个所谓的自串 就是串 一直串 串在后面 所以这边会用到有一个概念 就之前有常用到 就是那个自串的串接 串串串串串 全部串在一起 的这种概念 什么地方用到 蛮多地方好像都会一直串 前面有用过类似的 的范例 反正就是一直往下串下去 那所以开头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s 等于什么呢 等于0 跟1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开头部分的话 那我s本意里面是空的 预设值等于空 然后呢 我就先把这个0跟1 串在这里 所以这个s里面先串 算什么 算这样子 那后面的话呢 我再产生后面的 那后面的话呢 要怎么产生 其实第一个哦 后面的这个数字呢 等于是什么 我也许我再多一个变数 叫n3 ok 那n3的话呢 实际上就等于什么 n2 等于是这两个相加嘛 前面两个相加 对不对 那就是n3 可是我要跑几次呢 基本上 因为我已经把0跟1去掉了 所以呢 我for i in range 我就从3开始 到哪里停下来呢 到假设20 那就跑20次 所以到20加1 也是跑到3 跑到20 帮我停下来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啊 不过这是 这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如果你要更好的想写的方法 你也可以改写没关系 ok 所以我是按照这样的方式 那再来的话 我就把n2加上n3 n2加上n1 然后0加1 那就是1 ok 所以把这个 再把它串到后面去 所以呢 串到后面去的话 就是什么 s 加等于一个空白 再加上什么 意思是说 一个空白加这个数字 一个空白加这个数字 一直串在后面去的意思 那当然你可以写成 s加等于 或者是什么 s等于什么 s自己本身 加上一个空白 再加上那个n3 因为n3是一个整数 所以呢 我就把它转型 转型之后串到后面去 串到后面去 ok 然后呢 底下的话呢 就让它不断串 所以基本上 但问题来了 那n2跟n1里面的值 应该会不断改变 所以要怎么改变呢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这个地方 这边是n1 n2 那可是问题我等一下的话呢 当然就变成说 我要向后于一个位置 变成这两个相加 变成这个结果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我底下就写什么 把n 这个n2怎么样 就是这个数字 把它丢到n1里面去 有没有 那所以呢 后面那个数字 就被我放进去了 那n3放在哪里呢 n3放在n2里面 而且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你不能先把n3放在n2 再把n2放在n1 那这样就不对了 ok 所以顺序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样的话 意思说我把 后面 1跟2 丢到里面去了 然后等一下相加的话 那就前面两个相加的结果 ok 一直在一推 就全部 把它全部串一串串 等于一直串 一直往后串 串完之后的话呢 再帮我把它输出 那你会发现呢 输出结果呢 就会看到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ok 所以底下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所以这个 最后把它print出来就ok了 好 执行 假如说我今天要跑10个的话 那10输入之后的话 那当然先输出0跟1 然后后面就是 再把前面两个数字相加的结果呢 把它串到后面 就是空白 加上相加的结果 然后再把资料丢丢丢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ok 所以这边enter 10个就出来了 算一下应该10个吧 2345678910 没错 10个 好 考试的时候呢 当然你可以比对一下 基本上 他这边看到的 题目要求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到2010的话 那其实就是往后了 就把它串 继续往后串 最后最大的就是4181 所以最后看到结果的话 那我们看到这个4181也没错 ok 那可是目前的话呢 还没写完 因为呢 目前 这个结果还不是Function 所以呢 当然这个第五类 比较麻烦的一点 就是他希望怎么样 最后的部分呢 要把它写成一个Compute 所以最后呢 怎么样把它写成Compute 前面有讲过啦 所以你可以套公式 指一 请你在这上方 第一列 第一行的部分写一个DF 空一格 Compute 小瓜糊 然后要传几个数字过来呢 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的话只要传一个 所以呢你就把这个Lamper 这个把它放到这里好了 反正一样的名称 参数 这个是变数的参数 Enter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第二步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它的Input 跟Output 中间这个计算的部分呢 把它拖拉到上方 就是DF的下方 所以我都希望把这个 拖拉放开按个TAB键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再来就Return 所以最后把什么东西Return呢 把这个S给Return 所以Return 空一格S 这个是最后串接的结果 那我只要什么 把它Return回来之后的话 让什么呢 让这个Printer呢做输出 所以我可以什么 把这个Compute 这一串Ctrl C 直接把它贴到这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它输入 假设输入10 那我就把这个10带过来 它就知道说我要跑的范围就是 3到10加1到11停下来 然后分别做完 串接串接一直串一直串 串完之后呢 把这个整个字串呢 丢到这边来 所以Return的话呢 它Return 回来的形态就是一个字串 把它Print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执行 其实也没改什么地方 只是说把它改成一个Function 按输入10Enter 没错 那输入20的话呢 看一下 结果也没有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一样把刚刚的这个结果 把它再改成那个Function的写法 OK 试一下这部分 这个是510 那这一题的话 在原则上 我是用稍微比较直觉的写法 反正就是我已经预先知道说 开头一定是0 空一格1 所以呢 我在前面呢 就是写0 空一格1 那后面的东西要继续串的话呢 空白加那个数字 所以我后面的话就是加一个什么 空白加那个数字 就把它串在后面 一直串串串 串完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结果print的出来 那就会是他要求的结果 OK 如果各位对那个Face数列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 等于是这个 在恒久远 16世纪吧 意大利的那个数学家 他想到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有时候 以前的人其实也好像 没想象中 那么的 这个 有些东西反而因为他们的 没有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诱惑 反而可以 想的更 更 更细的东西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把那个510的部分 试着把它做做看 哦 试着把它做做看哦